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做切以默化的作用 所以你看读经典啊 你只要法复读 法复读 读了 又法复 法复读 读法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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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了 应用了 切以默化 什么东西都装进去 他懂得很多道理了 行为别了 思想平等教育 我讲的一个观点 圣学讲的观点 思想平等教育 不要去教的 就是要做出来的 教书是要教知识 教平等就是老师做出样子 家长做出样子 学生就变好了 是吧 一定叫做 过去叫做教化 化语 通过化语 现在我们都是教 不是化 现在我们老师的行为品德不行 家长的品德不行 现在我们很多家长 我讲了一句话 还没有具备做父母的资格 就当上了父母 他怎么教 有我们社会学家的思想家 还没有自家没有社会化 自家没有社会化 没有成为一个社会的人 他就当了父母 他怎么教育好子女呢 是吧 所以我研究了四十年 家庭教育 我有家庭教育四十八家 我的叫做科学家庭教育的智慧与艺术 四十八家 我在全国讲了很多很多 是吧 今天我们有机会啊 还要北训 这种家庭教育 科学家庭教育的智慧与艺术 大家有机会再来学习 军美学科学家庭教育智慧与艺术 把四十八讲学会 每个人出去讲 我们中国的家长的水平 要提高一半 是吧 是我们的任务 论语里面说的 孔子说 任重道远 不是我说的 孔老夫子说的 任重道远 好 这个我们就大家自己看了啊 瑞典的这个资料都有 不鲁纳的 蒙德索里的都有 好 这个苏列教育家 苏霍姆林斯基的 我们解答讲一下 苏霍姆林斯基 大家读过他的文章吗 当代觉世界著名的教育家 苏霍姆林斯基 写了一部很有名的教育著作 你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回去看看 当老师 特别当校长的 你这样的书都没读过啊 你校长就肯定做很多网路 苏霍姆林斯基 苏霍姆林斯基写了一部书 叫做《各教师的建议》 也叫做 翻译 有些翻译叫做《和教师的谈话》 苏爹里读有没有的 《和教师的谈话》 哎呀 我开始八十年代 看了这本书啊 我的书弟弟发现 一口气都完 教我们怎么做老师 怎么做学生思想工作 怎么做办主任 怎么辅导学生成绩 迅速提高 怎么办学校 苏霍姆林斯基 我认为是最有价值的 他的光点思想最有价值的 你看他提出来 缺乏阅读能力 将会阻碍和抑制 老得极极细微的 連接性缺微的可缩性 人大脑为什么想问点 就是神经细胞 大脑皮质 大脑皮质上 它全部是神经细胞 有多少个亿啊 多少个亿的细胞 你们去查一查 多少亿万个细胞 大脑皮 大脑分成 现在全世界基本上 把它分成 形成共识的 大脑分成三百八十六个区域 三百多个区域 一个地方管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管一个地方 你看我们有的人 眼睛看不见了 是大脑的整液 神经细胞坏死了 不能发生功能了 不能缺帝信息了 所以脑细胞 这个整液 大的分四大部分 颠液 顶液 叫做碎液 整液 四大部分 整个分了三百八十多个区域 你看 苏霍姆林斯基说啊 如果 要大量朗多 就注尽它神经细胞的联系 全体就快 别 你看 人的脑子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如果它的一部分不够发达 我讲了分了三百八十多个区域嘛 如果有一个部分没发达 就会阻碍整个脑的工作 在大脑两半球的皮层里 有一些区域是管阅读的 它研究的很细了 有一些区域管阅读的 管阅读的 属于碎液 碎液管阅读的 大的那四大区域里面的碎液 碎像的碎 不要提出帮 加一个书啊 一页两页书的那个页 叫做碎液 在大脑两半球皮层里 有一些管阅读 他们跟脑的一些最活跃 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 是密切联系的 如果在管阅读的那些区域里 有了死角 那么皮层的所有部分 解剖生理的发展 就受到阻碍 一个大脑有管阅读的 现在我们管阅读这个区域啊 都没开发好 那么怎么能开发管阅读 这个大脑这个区域呢 开发这些神经细胞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读经细 一读 把这个管阅读 区域这个脑细胞激活 把它效率提高 把思维力提高 为什么就讲呢 管阅读的细胞提高了 思维力就提高了 大家记得吗 两句话 心理学有两句话 心理学有两句话 语言是老的思维工具 大家也记住这个话 你没学心理学的也要记住了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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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能力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提高 语言能力提高 足以思维能力 第三句话 还要记住 思维力的提高 就是足以智力的发展 思维力的提高 就是足以智力的发展 我讲心理学 讲什么叫智力 很多人不懂 很多老师 有很难记 我告诉一个五角心 一下就记住了什么叫智力 人的智力就是聪明啊 智力就是聪明程度啊 一个人的聪明 怎么来展示啊 怎么来体现啊 他有这五种能力 他就有智力 那五种能力啊 观察力很重要啊 如果这个人观察力 看问题都看不到 这个人肯定是个笨蛋 是吧 智力不聪明的 观察力 观察力 注意力 记忆力 思维力 想象力 你看 组成智力 组成智力 观察力是智力的门户 你要第一个智力 你要第一个智力 没有通过这个 进教室来 没有经过这个门 怎么进到教室来啊 观察力是智力的门窗门户 大门 注意力是什么 注意力是什么 记忆力是什么 记忆力是什么 记忆力是智力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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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那么思维力是智力的核心 核心 想象力是智力的翅膀 鸟的翅膀也 智力的翅膀 没有想象力 这个智力也飞不起 注意力是什么 你们去查一下 我留一个东西给你们 是吧 我们爱孔子的教学 要有启发性 是吧 绝不告诉学生啊 这个老师不是个好老师 是吧 不是学生脑不动脑筋呢 是吧 光差力是智力的门户 记忆力就是智力的窗户 思维力是智力的核心 想象力是智力的翅膀 你看读经典 是不是读经 第一读经典 前面我们讲了心理学家讲 读经典就是学生注意力 马上就安静下来 你看啦 现在没读经典的孩子佛造的 他注意力不会集中的 很难集中的 你看我们读经典来学校 下课 铃声一响 音乐一响 他马上注意力就安静 再也不吵了 所以马上就安静下来 读经典就 你看注意力 记忆力 那就不要讲了 我们讲了真过犯了 是吧 好多了 读经典的记忆力啊 他是原来很差的 他都是很 记忆力很好的 是吧 读经典 读经典的思维力 读经大陆发展嘛 思维力大大提高 读经典是他的想象力提高 想象力提高 所以我们讲 经典诵读啊 读经儿童的智力发展 读经儿童的思维力发展 观察力发展 是吧 观察力有什么 我们等一下 我就五大经典啊 我要有一个名画 经典名画 经典名画 就不要观察力了 是吧 后面我再想大家解释 好 第八个 我介绍一下 美国著名教育家 哥林多曼 学过他的著作啊 当今世界著名教育学家 现在我们现在有些 老师校长啊 不注意多教育家的著作 教育家的全世界研究教育的权威 是吧 最高水平的 你看他提出这些光点啊 就好像跟我们在研究经济教育 是吧 就能为我们研究的 你看 因为从两岁开始就有越多能力 而且越接近两岁 学习越能力也就越强 小朋友能够读个读啊 幼儿能不能够读啊 幼儿能不能够读啊 不是我说了算 啊 你也不光是刘悦章说的 两岁小朋友能够读经典 著名世界著名的教育家 有点多那说的 是吧 越接近两岁 学习语言能力 越强 第二个观点你看 阅读经典书 这不是我说的 是吧 阅读经典书 能够助进脑神经的发达 王学 而且王学不会有不良的后果 找到答案了 家长就说 哎呀你们这个是不是摧彩儿童啊 我们一些教育局分管幼儿教育的 你们是摧彩儿童啊 两岁就读道德经了 你不是害我们的青少年吗 是害吗 不是一个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说 这么多教育学 绝世界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都说 读经典没有棒的后果 并且只有好处 是吧 第三个观点你看 这个观点啊 太好了 哎呀我把格林读书 我们学世界教育家的 所有教育结论一出来 我们就都学习了 大概一定要注意教育理论的学习啊 你不能只读经典教那个经典 所以我们教经典的人 首先要有很高的理论教育理论水平 要有很好的心理学理论指数 是吧 美医学心理学的教不好经典 美医学好教育学的教不好经典 这就是我的经典 你看有些教了半年 教到教到孩子不读了 把孩子叫死了 这不懂教育学 不懂欣赏 不懂心理学 不懂得动 得动心理学 得动年龄特征 是吧 你看 他这么说 玩世优秀的贴产 大都在年幼时 别具有良好的阅读能力 因此 从小别应该尽量训练起阅读能力 和从小尽量训练阅读能力 将来在 那我们现在交给时间 首先 我相信 弟子规这本书 大家并不会太陌生 在这呢 还是给大家统筹的介绍一下 弟子规这本书 那么弟子规的作者呢 是清代的学者李刘秀 自子浅 浩采三 生于康熙年间 他大概呢 毕生呢 有小了六十 生活了六十年 李父子 终其一生 获得的最高学位 就是秀才 此后呢 就没有高中过了 所以举人进士 他没有考考入 所以呢 也并不是 什么壮严 榜眼 探花 那么在当时 大家知道一个秀才 能做什么吗 当时的秀才就只能教书 那么 这位李秀才 他是如何能够写出弟子规的 是因为呢 他用尽地生的一些经历 和经验 去研究 大学和中央里面的文学 虽然他学历不高 但是呢 有很多像这种科举不成功的人 恰恰就学有所成 那么这位李父子就是一个典型 在科举的路上 他其实算是一个失败子 但是呢 在研究大学和中央的领域里 他却颇有建树 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学者 后来他创办了一所学校 叫做东富斋 吸引了很多人来听课 久而久之呢 他就被人尊称为李夫子 后来这位李夫子 根据对传统儿童的一些规范要求 并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 写成了一本教育孩子 启蒙孩子的书 当时取名为迅蒙文 迅者教训也 蒙者启蒙也 这个呢 也就是弟子规的前身 再后来呢 又有另外一个学者 叫做甲存仁 在训文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 并把书本呢 改名为弟子规 从此之后 这本书便在一些私书里面 开始广为流传 那么弟子呢 也就是指的学生 当然不仅仅是指儿童 那么扩大了讲 但凡是向古圣先贤学习的人 传送中华传统文化的人 都可以称之称之为弟子 那么规也就是规矩 规范 弟子规呢 也就是教导学生 为人处事的规范 那么 弟子规 它的全篇到底讲的是什么 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看看它的依据和纲领 弟子规这本书呢 是根据论语学儿第一篇的 一句话 而就像一个总纲领一样 然后呢 把它分为很多细小的章节 来阐述 论语当中 有一句这样的话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学儿 学弟子 入者孝 出则涕 谨而信 犯爱重 而亲人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这也就是弟子规的总纲领 弟子规呢 非常的浅进易懂 而且呢 都是三句成语 也非常的顺口 全篇当一共是三百六十句 一千零八十个字 弟子规全篇复为八个部分 也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总续 入则下 出则涕 谨 性 犯爱重 亲人 余力学文 八个部分 并且在这个八个部分当中 每一个部分都叙述了不同的事情 不同做事的原则和方法 以及我们需要遵守的一些规范 那么总共呢 加起来也就是叙述了一百一十三件事 这一百一十三件事情当中呢 就是具体列举出 为人子弟 在家 出窝外 接人待物 求学 应遵循和持有的礼仪 和规范 下面我们看看弟子规的基本特点 当然只是我的一些个人观点 仅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觉得呢 弟子规 它是一本以励志做人为首要目标的 这样一个定位的书籍 第二呢 它呢 以日常生活为进入入口 讲了非常非常多生活方面的一些 该要注意的规范和规矩 我觉得在我们的 当时在我们幼儿园 这个教授弟子规的时候 其实很多方面都能够很好地 起到这个孩子的行为习惯 培养的这个一个目的和目标 而且呢 也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家长非常满意 老师也觉得教得开心 第三呢 它呢 它呢 是以礼仪教育为基本功夫的 当中有很多礼的东西 我觉得呢 从小对孩子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 和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四呢 它是以校替教育为关键节点的 我们弟子规 全篇第一章就是讲如何来孝敬父母 我觉得作为一个人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 能忍 能忍为之人的一个最基本的点 那弟子规的影响和意义呢 也非常的深远 在清代后期 就是已经广为流传的儿童读物 和同龙读物 当时呢 几乎与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有同等的影响 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 是非 善恶 美丑的行为标准 那么他所创行的校替谨慎 诚信 爱众 主学的精神 对于促进社会和谐 还有现在对于我们 包括现在国家对我们的要求 也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所以呢 这部书呢 也有一个对他的称语 叫做人生第一部天下第一规 这是对弟子规的一个总体评价 那弟子规虽然他的内容非常的浅显 但是呢 他也有非常深远的教育意 首先呢 我觉得弟子规 他反映了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 也就是传承文化 他不是横空出世的 而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第二呢 他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伦理思想和精神 并且呢 关注人心的健康成长 人生 心理健康之情感 要学会懂得爱 包括爱父母 爱家人 爱身边的一切事物 第三呢 我觉得他向我们展示了 古人 唯学尽尖 人生成长之道 告诫我们 生命根基之所在 你看看我们一起细想一下 弟子规叫我们首先要 懂得笑 替 懂得警信 懂得仁爱 然后呢 学会与人交往 以上这些 我们有所修养 或者说去懂得以后 然后你有什么 余力才学文 所以就是说 其实包括现在 可能这一部分呢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需要去 慢慢去 走的一条 比较好的路线 第四一个 他们为我们规定了 伦理生活的基本范畴 为构建和谐和睦和睦和乐的人际环境 提供了依据 第五个就是为我们构建了人生的习惯和规矩 所以才被誉为人生第一步 天下第一规 那今天呢 我们重新倡导这篇经典童谣 也是力图呢 借古人的智慧 为当代儿童的素质教育 提供丰富的养分 培养一个礼仪 道德之风 营造人的心的纯净 社会安定的温习世界 那么像在物质文化的今天 其实古老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过时 因为智慧和真理是永恒的 那么下面呢 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 里面一些比较容易混淆和读错的一些字音 大家可以把书本也拿出来 一起来温故一下 东则温 夏则庆 这个是我们第一章入之校里面所提到的 那么这个庆字啊 就是我们平时说清凉的清 少了一点水啊 这是两点水 这个有时候 像我们如果是在小学里面 教授的时候 容易跟那个亲字混淆 一般还是会稍微讲一下 这个庆是凉爽的意思 冬则温夏则庆 这句话还是很好理解的 是不是 冬天我们要为父母带去温暖 夏天呢 要使他清凉 言语忍分自明 这个明就是要消灭丧尸的意思 这是第二章出则涕里面的一句话 陈壁灌金树口 灌也就是我们平时早晨应该 要洗脸洗手 洗树的意思 大家一起 就是看这个上面一起看下来 没关系 变尿回 那么这个尿呢 它是一个多音字 也读逆 逆爱的逆 同时呢 它也同那个尿 就是我们经常 要告诉小朋友 是吗 变后要洗手 折尽手 也就是利己 就要 就要去 便尿回 主要进手 这个是连在一起的 制污秽 也是 讲我们这个 平时的生活习惯 衣服不要 乱扔 乱堆 这样呢 容易导致 衣服的 脏乱 制污秽 那么这边呢 是一些比较难懂的 字词 还有一些语句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句话 比较用现在的话 可能就是读上去 比较不知道 是大概什么 说什么意思啊 物介玉 物伯矣 物积聚 物摇臂 其实呢 它表达的就是四个动作 四个平时 我们看上去不怎么哑观 应该注意的动作 物介玉 玉 指的是那个门框 因为古时候 那个门的前面 都是有一个台阶的 我们不应该去踩它 包括现在 我们去一些 这个 包括故宫啊 包括古老的建筑啊 还有那个佛堂里面 那个门 不是都有一个门槛吗 那很多人其实喜欢踩上去 其实这应该是一个 不礼貌的做法 那下次我们知道以后呢 就应该是跨过去 不要去踩门槛 物介玉 物伯矣 伯矣是 就是伯 我们都知道 是吧 就是歪的 伯矣也是是站不正的意思 倾斜的意思 也就是 有点 靠着呀 然后可能就是 诶 有时候说 诶 怎么站没站上 就是指 这个一个情况 一个一个姿势 物积聚 鸡呢 呃 大家应该都知道 以前 他们古人是用那个波鸡 那个波鸡是一个长口嘛 他只是用这个波鸡来形容 人的坐姿 不应该是 两腿 坐着的时候不应该是这样张开的 因为这样对 对别人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一种动作 我们应该把双脚并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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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物摇臂 这个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 用三个字使用就是 是吧 二郎腿 对 物摇臂 也就是不要摇化我们的这个大腿 是 二郎腿 不要聊二郎腿 这样呢 在这个 身人面前也是 不太好看的 不太礼貌的 也就是 这句话 物 建玉 物博矣 物积聚 物摇臂 现在大家都应该记住这四个动作了 以后在生活当中 能避免就避免 物宁巧 也是我们后面 章节里面提到过的 这个宁字呢 也就是巧言 谄媚的意思 有些人喜欢阿谀奉承啊 那么这样呢 我们也是应该去避免的 我们应该做一个真诚 正直的人 地质观音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 见人善 吉思奇 纵去圆 以见机 那么这个机 因为它是用了这个足字旁的机 所以呢 可能跟它的字面意思会 有一些些 差别 这句话呢 主要是讲 看到别人 行善 就要想到自己也应该努力去做 也就是见贤思奇的意思 那么后面纵去圆 以见机 也是告诉我们 即便我跟这个人 有一定的差距 也应该 就是说 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慢慢的去赶上它 所以机在这个地方是上升的意思 让自己有所提高 在后面的章节啊 还有一句话叫做 即有能 物自私 人所能 物亲子 那么这个子 长得有点像 誓言的誓 是无贵 一味甜 无费花 在天分 下天家 这一次 欧兼得 十字卡 欧发生 年华莎 欧允允允允允 最为常 欧充手 抵抗战 抵抗战 欧允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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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悲慘 不欺騙 走道場 雪無敬 雪畢士 雪無非 家族門 問祖城 家上場 神秘家 真問水 對你 不與我 不分明 又人物 尋覓者 漢無非 疑未通 見人物 騎士華 後有幾 見物餐 껍? 手下 南彤 石 崩敏 石 崩敏 弟子 崩敏 贏 送其準備 準備好道 我們下手 广播剧场——广播剧场——广播放 广播剧场——广播剧场——YK 广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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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雅和小雅 大雅是什么呢 诸侯去朝近天子 也作的这首诗歌 小雅是天子款待诸侯 用的这首诗歌 诸侯呢就是什么呢 国家在祭祀 祭祀的时候 所作的这首诗歌 当然这是我们一般的理解 但是有不同意见 也就是说 风雅宋 风雅宋 套四诗 它这个四诗的内容呢 有不同的意见 不是风大雅小雅和宋 而是什么呢 南风雅宋 所以在这里我就 用一个幻灵片 把这个稍微 稍微点了一下 四诗最早的是出现在唐朝 唐代 那么一般的理解啊 都是这样子的啊 有风雅宋三部分总成 风国风 对不对 雅分大雅小雅 宋 所以呢 成为四诗 但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意见 也是很有名啊 四诗是南风雅宋 因为他们认为啊 风里面有一些内容 不能把它归纳为风 啊 应该把它归为了 南 核心的代表是什么呢 周南 少南 所以啊 它应该归为了 那么具体的一个标准 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 梁启超的 是四诗明义 我把它归纳了一下 啊 把它归纳了一下 所谓的宋 天子之乐 天子之乐 在诗典里面 他的这个片名 大概比如说这些等等啊 哎 那么雅呢 有大雅和小雅 当然他这里也是分啊 啊 啊 那么是天子和诸侯呢 曹会 夜想之乐 啊 南 是什么呢 和风 他们主要的最主要的区别 在这里 刚刚讲到 像周南等的这些篇幅 为什么把它称为南 而不称为风 主要是它是和乐的正格 而风 它是无算乐 无算乐 什么叫无算乐呢 它可以反复演奏的 没有固定定数的这么一种呢 乐曲 固定定数的这么一种乐曲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野奏史的音乐 可以是不固定的 可以根据当时的这个具体的情形和这个形式来 去变化 去变化 也可以啊 一变野奏完以后 站了一变 啊 站了一变 所以他们就根据我 根据了 他的这个野奏的方式表演的方式 以及他的这个文理的地位 他把它来 把它来 分了一项 所以叫 南风雅宋 这里就是跟大家一起 探讨一下啊 第六个 也是这个句子的最后一个 人为子今满音 我叫子为一金 那么这个啊 有个一金 有个一金 什么叫一金 啊 这里的时候呢 我的理解啊 一金是整套的金点 而并不是指的 仅仅就是 就是这个三字金 啊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啊 文贴想得过 林丁阳 是不是 辛苦 遭逢 起一金 对不对 有一金吧 那干戈了入四周星 那么辛苦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他自己以及朝代所面临的这一个 所经历的这一个坦克 是不是 辛苦 啊 包括自己啊 读书的时候啊 怎么样的这个啊 怎么样的这个艰苦啊 所以呢 这是呢 辛苦啊 遭逢 啊 遭逢 也就是碰到当时的那种场景啊 起一金 也就是 正常的语气应该是一金起 起自于 起于 这句话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这一个话来把它翻译过来了就是因为什么呢 嗯 我以为 精通了 啊 相关的一些 这个 典籍 然后呢 幸运 啊 一金千辛万苦呢 幸运的被国家来雪中 啊 就是当了观的意思 当了观的意思 但是面 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 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一金呢 我感觉呢 应该不仅仅只是三字金 应该是 有关于啊 儒家的一个整套的这个景点 整套的景点 好啊 这是我对一金的理解 当然对不对啊 欢迎大家批评啊 好啊 这是第四个方面 啊 第五个方面 教学建议啊 第一个教学方法 这里我们刘老师上一节课已经讲了很多了 对不对 并且非常的活跃活步 大家也相信也是非常的受益啊 嗯 什么宋读法 指读法 开谱策法 银藏法 很多 对不对 其实啊 一个原则啊 也就是说 教学的方式和方法越活越好 但是 一个核心 不能够偏离他的住址 不能仅仅是为了 因为要去 为了娱乐 而娱乐 他的这个中心不能偏离 对不对 你不能够 把他完全沦为一种娱乐性的这种东西啊 不去突出我们经典他的这个 教育的这种利益 那就是 丢了西瓜 其他芝麻 所以啊 我们从网上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教育的方法 本来这里有视频的啊 嗯 就不 不犯了啊 第二个生活啊 生活化呢 也就是呢 要把这个经体啊 要具体啊 要落实到 这个呢 孩子他的这个生活过程中 比如说 《三十经》里面 对我们这个 孝天啊 他的这些道德要求啊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具体化 通过一些事例 通过一些呢 啊 具体的行为 来把它强化成的意识 第三个就是情境化 情境化是什么意思呢 情境化就是创造一定的氛围或者是 让那个情景再现 比如说 恐龙让尼的故事 恐龙让尼的故事 对不对 可能我们把这个故事跟小朋友一讲完以后 他似懂非懂 但是我们通过可以创色 创色像恐龙让尼 像类似的这种情景 然后去教他怎么去做 教他怎么去做 这样的话他们才能慢慢的慢慢的来 慢慢慢慢的来 才会有这种意识 我去讲一个我小我小家伙的啊 两岁先生啊 我经常一般他我整体也整体对他的评价是非常小气啊 确实是这样啊 他有了什么好东西啊 基本上是很难 也不愿意跟你们 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他这个私悦 再有悦 非常的强 然后呢 我和我妻子就开始阴导 阴导的时候啊 就说比如说 他们来一包糖 给爷爷给一颗 奶奶给一颗 最初他肯定是不愿意的 根本就不愿意 但是慢慢慢慢的这个引导 现在比起来好多了 但是这个引导过程啊 我们也要注意啊 我们的这一个呢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长辈也配合 像他爷爷和奶奶非常的同他 隔一带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不得了 他刚开始的时候啊 他把这个 我在我们的这个引导下啊 把这个糖给他爷爷 给他奶奶的时候 他爷爷和奶奶 他反应是什么呢 啊 宝宝吃 爷爷奶奶不要 这样下去麻烦了呢 对不对 他本来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引导的和展示的机会 但是问题是他们没有建设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他的这个 他是给你们给你们的时候 你们应当要呢 对应当要拉的 这样的话他才能通过一次 两次三次不断的这个重复 他才能够有这种 才能够有这种意识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要把这个具体的这一些事例 把它呢 啊 情境化 通过一种情境 把它具体再展现出来 比如说我们在 在教这个三次经 他的这个有关于天文 地理的知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什么 世界的地图 中国的地图把它展现 他们的这个面前 然后让他们去找 哎 你这家在哪里啊 对不对 北京在哪里啊 他这样的话他才会有一个概念 要不然的话 对小朋友来讲 他根本没有这一个概念 同样的 我们现在很多机构 很多学校 他都会在这个学校的走廊啊 楼梯啊 以及这个活动的场所 去做一些布置 对不对 把一些这个名言名句啊 那这些经典的故事啊 把他来 把他来 把他来通过一些 恰当的这个方式和方法 把他给创造出来 布置出来 但这也是一种情境化 那一种方式 让学生呢 让小孩 一走进那个氛围里面 就能受到熏陶 这是来情境化 教职要求呢 保证教学时间 合理安排教学 进度 可以呢 不求圣洁 特别是对小朋友啊 小朋友他的这一个啊 不要有太多的这个讲解 不要有太多的讲解 精神能力必须有限 啊 第四个呢 是争取家长的支持啊 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大家 就是说啊 在我们这个经济教育教学的过程中 要时刻跟我们的这个家长保持联系 要跟他们去沟通 把他好的表现 好的 进步快的 要向家长汇报 把他 应该要呢 感受的 要去家长配合的一些呢 习性 也应该呢 也 让家长知道啊 两方面共同去努力啊 上次教育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 真理教育为主啊 少去批评 最后 注意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正确处理好知识 学习和生活实践的关系 也就是说 学知识 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来 学做人啊 学做事 单纯的知识的教授 不是目的 而是一种手段 所以我们 在这个 平时的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啊 并不 要 一定要去强调啊 去比 哎 跟什么机构去比 比 比什么呢 哎呀 你看 我 我这个机构 哎 我 小孩子放到我这里来 一年的时间 把轮运全背完了 哎 把什么全背完了 背了几万字几万字 这是公立化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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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也就是啊 对这一些 存知识性的这一种 啊 存知识性的这一种啊 他的这一个呢 哎 哎 记忆啊 我们不一定要很注重 关系注重的是什么呢 要他的行为的比喻 哎 如果一个小朋友 他的这个 背诵的这个程度不满 不是和其他小朋友相比 不是很多 相对来讲 要慢一点的话 没关系 只要他在行为习惯 在各个方面 这个方面有进步的话 那我觉得就应该是 非常值得肯定和表扬的 一件事情 所以要正确处理好 知识学习和生活世界的关系 我们在这个平时的教育 不能走啊 一定要去注意去引导 不要把他像什么 单纯性的这个记忆去引导 啊 容易产生一个什么 骄傲的情绪 你进去哎呀 我好厉害 我背了好多字明了 是我背底 是不是 这其实不是一种好现象 啊 其实不是一种好现象 第二个呢 要正确处理好 积取传承继承和批判阳气的关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们知道 啊 三字经验 以及包括我们其他一些 啊 我们的这种经典的著作 啊 著作 不可避免的 啊 有一些过时的东西 这个没办法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人 和我们现在人所见识的 所思考的 所接触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 所以我们不能够 是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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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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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